過去這幾個小時 山陀兒颱風的路徑再往稀休 這也代表著帶來的風雨 勢必更加嚴峻 接下來的氣象時間 以及颱風解析交給韻海 好 這樣我帶你掌握 這一節推播重點 要告訴觀眾朋友 就是趁週末這兩天 好好地做好防台工作 畢竟這多一份準備 就多一份安全 您看到這山陀兒颱風 已經漸漸在逼近台灣了 而且從這最新的 向日葵的衛星雲圖 你可以明顯看到 這一報最新的重點就是 它在海面上海溫條件足夠 垂直風切又小 持續增強 最快明天就會變成中台 再來因為它的路徑 在稀休了 那代表可能對台灣的影響 又會加劇 但是隨著它逐漸朝西北轉 漸漸逼近台灣這段路 當中還有一定的不確定性 而它飛轉的角度 勢必對台灣的影響就有落差 但是無論如何 朝西北逼近台灣的這個過程 還是要趁週末做好 相關的防台工作 我們同下午2點最新一報 潛視路徑帶您掌握 它現在以及接下來的路徑 究竟會是如何 目前還是輕度颱風的山土兒 還是距離台灣有 鵝鵬鼻東南方620公里遠 現在它幾乎是在原地打轉 主要是這導引氣流實在太弱了 但是你看到已經開始漸漸朝的 西南溪接著有可能就會開始 朝西北這邊過來了 預估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會落在禮拜二 禮拜三這兩天 而且跟上一報相比 這一條路徑又往西修一點點的 您看到幾乎已經很靠近陸地了 那麼黃色底的這個範圍 並不是它的暴風半徑 而是代表它的中心 很有可能會在這些範圍移動 也就是說它朝西北轉的角度 只要差一點點 也許它就有機會登陸到台灣 千萬要留意的是在今天的狀況來看 它持續增強變胖 明天清晨就有可能發布 海上颱風警報 接著最快明天深夜之前 有可能發布陸上颱風警報 提醒關注朋友真的要留意 尤其它接下來假設真的登陸的話 那麼對台灣的影響勢必非同祥和 因為此刻半徑已經來到80公里 那麼氣象鼠還預估 它接下來幾天之後 也許它的半徑會來到250公里 那麼就代表對台灣的影響 勢必更加明顯猛烈了 我們看到下一段圖表資料來告訴您 您看到三坨兒颱風 現在路徑稀休之後 逐漸靠近台灣 而且還要留意的是什麼 留意的是這一條路徑 很明顯就類似一個秋台路徑 要留意接下來 因為還有這個東北風直江下來了 那麼禮拜三禮拜四 東北風萬一增強的話 另外一個危機還在後頭 禮拜三禮拜四這兩天 萬一它朝著這個路徑走 要帶下來東北風 那麼就會害怕引發所謂的 共半效應 但是還要視它這個路徑 是否有跟上方的這東北風一起 導致可能會帶來 可能相當猛烈的雨勢 那麼無論如何還是要留意 接下來一連幾天 包括禮拜二禮拜三 到禮拜四之前都不能掉以輕心 您看到這一回 在禮拜一的時候上班日 外圍環流已經開始影響到 整個東半部 尤其包括儀花 東等等地方 大雨在禮拜一就會開始出現了 它為外圍環流影響 勢必開始影響到台灣 萬一真的登陸的話 您看到其實這樣的一個雨 是等於說是子曝了 西藏署認為萬一它非常貼近台灣走 或是登陸的話 那我們都有可能會為台灣 幾乎超過三分之二 台灣都籠罩在非常明顯的降雨當中 所以提醒觀眾朋友 今天兩天還有一些空檔時間的話 真的要做好相關的房台工作了 到禮拜四的時候 還是持續受到它的外圍環流影響 所以說接下來 您看到一連幾天 山土兒颱風帶來的狂風暴雨 恐怕不能小觸 一定要趁這兩天 做好相關的房台工作 以上是這集氣象 再把時間還給家婉